腾讯体育8月11日上海文理事中超联赛再战一轮,上海上港2比0击败申花本赛季双杀对手,打入点球的胡尔克表示,我们球队有梦想去乱冠军,赢下比赛还是最重要的。 中超上港2比0双杀身花作文第三无类世界波胡尔克点射第二回合的上海得比,上半场双方都没有创造出太多有威胁的射门,带着0比0的比分进入下半场,一边在战,无为揭奥斯卡主发,得见一球凌空想射破门,就此以89球超越韩鹏成为中超射手王。 此后,胡尔克造点切主发命中,为上港锁定胜局,最终的比分也定格在2比0,上港完成对于同城对手的赛季双杀。 赛后,胡尔克评价比赛,整体来说我们的消耗都非常大,炎热的天气增加了比赛的难度,我们发挥得很出色。 工方整体上做得很平衡,最后赢得了胜利,谈及中场休息时候的调整。 胡尔克表示,主教练做出了部署,我们下半场把空更好,无为的破门很漂亮,我点球扩大比分,所以后面心态比较稳。 最后拿下比赛,在赛前发布会上,胡尔克坦连德比总是激发球员们的表现欲望,他在今天也有进球入场,个人很喜欢德比,从我职业生涯里面几乎每场比赛都有进球,除了去年足鞋盃。 胡尔克说,我们球队有梦想去拿冠军,赢下比赛还是最重要的。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,文科胡端自媒体。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